这个人呢 现在尤其被外物所累 那我们说到马列主义 讲物质决定意识 现在这个开放的时代 我们反观一下 自行车 手表 你要什么要 那这些东西 是发明家 以及科学家的 想出来的 什么都没有想出来的 也就是说 用大脑用意识 来创造出来的这些东西 人本身啊 它是意识跟物识是一元的 不分的 但是要有一个线 一个后 如果人被外物所累 那古话讲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能求的是自己是一个主宰 身心的愉悦 外界所有的东西 以及钱财 名利全域等等 不能主宰自己 反客为主 本墨倒置 舍本竹墨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说今天就颠覆了啊 这个观念 我觉得 大家 要特别强调一下 这个科学 现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 已经 隔行如隔山 已经显得特别的明显 它这个动不动就专家 我是专家 听专家的 专家就是专门害人家 它只知道 少少中的多多 而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人 普通人 要明白多多中的少少 中国人 它是一个天然合一的思想 它要通才 要一以贯之 那拿什么来一以贯之 我们下面就开始 引入 易经 中华古老的思想 宇宙的 一切自然的规律